我跟同學是重慶他學的研究所 我們現在在對這方面也有在做研究 不是同學嗎 你要講一下 所以你在尋找的時候就一起問說他 所以是不是參與這個預算檔裡面 也會有委託這件事情 還是說就是每個人只要有意思進來的話 那老師可以談一下 他請 大家好 我叫楊凱文 在證券院工作 那只是對這個議題要怎麼落實感到忘記 所以說我過來聽看看 大家好 我叫賴德宇 然後我現在是就讀中心大學學生 然後對於參與式預算的過程 跟裡面的細節其實不太了解 然後請我來聽看看 大家好 我叫鄧雅君 然後我是基南大學社工系的應屆畢業生 然後今天是聽同學推薦 想來認識參與式預算嗎 我是推薦他的那個同學 我是基南大學社工系的阿摩 然後同時也是台中參與式預算 團隊的成員之一 然後我的十秒廣告就是下禮拜二 八月四後我們要開幕了 台中參與式預算加油 會有一個句點嗎 要不要就是再講得更清楚一些 或是有關鍵字搜尋 現在嗎 等一下 好 好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 大家好 我叫羅子雅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參與式預算的名稱 那我會吸引我來的原因主要是 因為之前在當兵的時候 那單位很奇怪 那在審 因為那個錢他們都覺得 欸今年的預算沒有用完 不行 一定要把它花好玩 所以我一直搞不清楚這什麼邏輯 因為他們就說 如果你沒有把它花完 花完明年就會砍預算 那這很矛盾啊 就是錢應該是要省下來 那是大家的錢對不對 然後還有就是 像是我們地方政府 我今天會想要了解的是說 在我們地方政府是 有沒有所謂 我們可以公開查得到的 資產負債表 限級流浪表 順利表動的東西 對 那參與式 但是參與式預算 我是覺得 因為我沒聽過 我猜是不是就是 大家可以 公民可以用什麼方式 來去監督這個錢的流向這樣子 然後他的限制是什麼 我今天希望是可以理解到這些 大家好 我叫玉山 我本身是中區的居民 然後也是這次參與式預算 在中區推動的小組的成員 然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將來也是我們推動這件事情的 一個基本成員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林華恩 還有吳強夫 在中區國稅局 那欸 欸 就我自己的所學 資稅理論就是 主要是採量的課稅 而不是採稅 而不是採那個 收益原則 覺得正方的話 那麼納稅會比較愉快 所以我來參加這個參與式預算 希望說那個 就是 之後那個出的流向會比較 就是人民會覺得 比較正當的話 那 對我工作也蠻有幫助的 謝謝 那大家好 我是湯道哲 那現在住東山高中附近 然後在南投師際三高級同學的課書 那我本身對哲學 還有社會科跟公眾議題都蠻有興趣的 那所以我 我一直聽說台中的這種活動 那我就 就來 我們非常歡迎 大家好 我是余欣 我是工程師 那我本身有在跟著一些 評調場做一些評調 然後就常常看到一些 政府的預算花在很奇妙的地方 所以我真的就是覺得很不可思議 所以今天Terry來聽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是國立大高中的學生 然後 我們不知道什麼是財務之一 但是我們想 學習到 學校之外學不到的東西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路人獎 因為我前方這邊 看到這個主題 其實蠻感興趣 因為跟錢有關係 那另外我在想說 稅務的公平 跟義賺合理 文貝其實對每個公民 和公民來講 其實都蠻重要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多歡迎今天 感謝 大家好 我是一般上班主 我是對這個議題 有興趣 所以過來想問 大家 大家好 我是薇凱 我是中區 會參與市預算的 小小小小小老闆 非常期待 這邊的贏家 大家好 我是在遠準備去當兵 對這個議題 你是想說 這樣會不會讓那個 人民對政府 多一點信任之類的 或者是更加民族一些 喂 大家好 我是安凱 本身畢業於工業設計師 對於廣泛的社會議題 和如何去解決 非常有興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羅沛欽 我在社區大學 全國蘇進會工作 今天剛好下來台中 從台北下來台中 這邊辦活動 那我想要就是說 今天能夠進一步了解 參與市預算 在巴西域港的實際操作經驗 大家好 我是奈寅 我們也是從台北下來 在市域大學全國促進會工作 我這兩個月才開始 比較對 什麼是參與市預算 比較有一點概念 那想說 今天趁這個機會 聽萬老師講解一下 可能會更清楚 謝謝 我是楊之斌 也是在村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兩年前 在台大聽過萬老師的演講 所以今天很期待 可以再有更深的理解 那我們現在在新北市 跟節能節電 這個議題的結合 也要推三次預算 或許到時候 新北跟台中的經驗 可以互相交流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今年要生 東北的社會學系的學生 好 就是想要多了解一下 台灣的社會議題 旁邊的同學剛剛有說話 還是你現在就是兩名一組的 是我們啊 有同學 OK 所以就是講後到生活的概念 所以剛剛這樣 我們聽一下一輪 好像除了比較聚焦在我們 台中市中區的發展之外 這邊還有對不對 對 欸 來來來來 這個也來 大家好 我是家緣 然後是這個空間 中央辦的主人 這樣子 然後就是 其實這三個 這五個是 一連串都在講 台中中區的議題 然後接下來 其實好辦 在中區委會 推薦計畫 像是副名創業 或是社會企業的 一些工作榜 然後 就是小小的預告下 就是8月初號 在日川沿岸有個世子 然後 呃 今年的10月9號 10號 雙十年假的時候 也在台中公園 跟大陸的這個 一組夥伴有組一個 就是去穿的世子 然後都換你 大家可以 呃 就是去探這樣 還有啦 我後面的網友 嗨大家好 我是好辦的實習店長 對 然後我是這一集的 還有一個跟我一起的 對 這是我的朋友 就是我今天是我們兩個 就是負責這個空間 然後我們兩個 我是台中在地人 然後他是桃園人這樣 對 對 對 好 請問在座各位 還有沒有自我介紹到這邊 大家好 我是基達人社中心的小立宇 我今天從福利過來 然後會來聽這一場分享 是因為就是 常聽到我們中心的老師 還有聖文哥 就是一直在那邊嚷嚷的 是不參與事預算 然後我感到非常的好奇 所以我想要來看看 就是這件事情是要怎麼讓大家參與的 謝謝 OK 好 那我是不是還是要把我的 那個棒交給我們今天的主持 主任今天很客氣喔 我想大概今天其實都 抱成非常的熱情 想要去了解這個 像是預算 到底怎麼樣從國外的經驗 然後帶來到台灣 所以我廢話也不多說 我們就把接下來的時間 交給萬老師 我們就掌聲看給他